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較早前在香港舉行的國際七人籃球賽 這個體育城市給大家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現場觀眾每個人都很喜歡裝鬼裝馬 但同樣都是球類運動 足球很少可以看到本地球迷裝鬼裝馬 大家去到最盡都是穿回支持那隊球隊的球衣 但當然這就是本地的情況 在外國都不少人穿這個球衣 但也有不少人裝鬼裝馬 又或者是把國旗畫在自己的臉上 最近歐國盃都成為不少人關注的體壇城市 在歐國盃的節目播放期間 你都會看到不少廣告 其中一個廣告都播了很多次 就是加士伯的電視廣告 加士伯本身是歐國盃的贊助商 而這個電視廣告也是跟球迷有關的 就是很簡單的 你看到球迷在很嚴肅的場合 都會把自己的臉畫上自己的國旗 等於支持自己的國家隊 在本地播出的版本 最後還看到尖瑞民出現 當然是宣傳7月1日的加士伯的歐國盃決賽城市 但是整段影片如果你想看原裝正版的話 可以回到加士伯在YouTube的頻道 就可以找到這段影片 其實把這個國旗畫在自己的臉上 都已經算是小儀科了 有更加強勁的就是把自己假裝鬼假裝馬 例如假裝護士、假裝醫生 甚至乎裝神獸、雷神、三一萬能核 總之這些是相當誇張的 因為我去外國沒有看過這些球賽 我不知道它可以玩得多盡 但在電視直播看到球迷 都有些都是會這樣玩的 而這個情況在可口可樂的歐國盃廣告 就推到極致了 大家也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我看香港的HOW Channel 播放歐國盃都沒有看到可口可樂廣告 只是好像一、兩個月前 看到阿薩的可口可樂廣告 叫大家一起吃東西喝可樂 可能香港方面想留力 等到兩個月後的奧運 才再推出電視廣告宣傳 但是歐國盃在歐洲都算是盛事 身為贊助商的可口可樂 怎會不出廣告 於是就推出了一個電視廣告 這個電視廣告應該都在歐洲都有播放的 其他地區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個廣告也是看到球迷看球賽直播 無論是在電視機旁邊 又或者是在現場 看到這個很緊張的位置 突然間就變身了 整條片的名字叫Transformer 不是變形金剛 對嗎 那是真的 大家就會變身 做好像那些 扮鬼扮馬的球迷 有些就扮性感美女 有些就是扮神修 甚至是變成雷神 又或者是更加搞事 在一個長的電視版本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四個家庭成員 簡直是模仿日本的特攝超人 變身 變成了給你們看 那個位置我覺得比較搞事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他們手上的遙控器 或者工具箱 全部變成可樂可樂 大家就一邊喝可樂 一邊看球賽 當然看完球賽 出來之後 大家就變回正常人 這個電視廣告 在香港電視頻道 是看不到的 那我想應該都是 觀眾相對來說 比較保守的關係 這件事真的 在西方社會 就會比較欣賞多些 如果各位想看的話 其實都不要緊的 又是去Youtube網站 搜尋可樂的歐國杯廣告 就可以看得到的了 說這麼多才是斑文